在这种露天的房间过夜 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吃完早饭 制定好行程 准备完物资和装备 全员整装待发 本次探险之旅 有两支队伍组成 这是由五个男人组成的先锋队 这是后勤队 四女一老一少 我们十二个人 将完成本次深入原始森林的挑战 我们的路线非常简单 就是哪里有路就往哪走 并沿途留下记号 如果没路了 就活生生地闯出一条新路 走了许久 我们看到一处简易的牧房 这就是土著人在游牧时留下的痕迹 不难想象土著人的生活是多么艰苦 在热带雨林里 徒步不是一次两次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 挑战人类的极限 长途跋涉也消耗了很大体力 我们索性就在旁边稍作休息 我穿的是雨靴 但我的队友都是光脚 这物理防御是真高啊 阿丽不知道在哪找到一棵树心 这也是土著人平时喜爱的食物 他把外皮层层剥掉 留下可食用部分 所谓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在原始森林里得到了完美诠释 这个东西本地人叫ILEC 就是一个树的皮啊 清脆爽口 休息片刻 我们接着出发 随后眼前出现一条小河 这给炎热的热带雨林添加了一次凉爽 河水只有20厘米 非常安全 但是当我们返程时 却遭遇了热带暴雨 这条小河也即将变成一只深度两米的洪水巨兽 探险就是需要具备强大的勇气和现身精神 从高峻的山峰到深邃的海底 从浩瀚宇宙到原始森林 哪里有奥秘 哪里就有探险家的足迹 接下来的作品 我会为大家展示原始森林不为人知的神秘 感谢关注 持续更新